苗栗地检署针对包含县长当选人中东景 在内共四位当选人提出了当选无效之诉 而对此中东景协同了律师赵克记者会 表示拒绝司法迫害会追究检察官滥权责任 而检方是回应是在充分证据下 提起的当选无效之诉没有违法滥权情势 苗栗地检署的作为真的是让人有点失望 我觉得司法是正义最后的一道保险 如果当这道保险请协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苗栗地检署当选人中东景就职在即 遭检方提当选无效之诉 进行的期间就已经签署 签署的参政人主书 甚至我在有多次的干部会议 我都要求相关的工作人员和干部 你们绝对不要提提村长 还有代表买票 因为基本上另外两年就会产生误会 我还特别跟大家报告 至于大胡乡各位产作人 我会跟大家说 我只知道这个人 但其他两个就告诉我是完全不认识 中东景也秀出要求干部不能介入金钱 任何动作的讯息 大胡乡长候选人傅松林指出 陈姓靖总主委是由他委任 委任的所有的大胡乡的这个进选总部的 这个各级的这个委任干部 那跟苗栗总部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请的包含了这个后援会的总会长 后援会的这个妇女后援会的这些 包含这个商长都是我自己去决定的 从他的计程会里面从后到尾没有看到有任何矩阵说 关于这个所谓的行费的部分是 这个县长当选人是有共同参与受益同意 容许知情帮任或者知情的不违背本意的这个情况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这个 那自己在记者会里面都已经讲说 县长当选人都没有参与 那是怎么会的 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这就违反了自己的近百年的这个抗争 记者会中中东警委任律师也质疑检方没有任何矩阵 在民事诉讼程序里面 他会有各式各样连带负责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新闻稿里面所引用的法院判决 他告诉了我们 如果是当选人对于他的竞选团队成员 有没有汇选 有没有善尽他的监督之责这件事情 当选人必须要来付 举证责任 这个举证责任不是由地检署来负责 此外解方指出外传诚信男子的说辞并不完整 中信当选人他们竞选总部昨日发的声明 那提及到这个诚信被告在侦查中所说的辩解的这个部分呢 那本署是认为说他们少讲了这个诚信被告 关于确实有帮中信当选人拉票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们截取部分 然后自行解读 那我们当然予以尊重 那但是我们相信法院会做出正确的判决 这过几天就要救赦了 我一样会同样秉持这个青年执政的信念 不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请各位消息放心 我们对宪政的打拼我非常有信心 案件进入司法阶段 只能静待调查结果 但是中共警承诺绝不会影响宪政为民打拼 感谢观看